迷你世界中的小鸡 它有着白色的羽毛 但是我们手中拿着的这个小鸡 它却有着黄色的羽毛 其实这种黄色羽毛的鸡并不普通 它其实属于烈焰星 它是黑龙的仆人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曾经来过烈焰星 见过黑龙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烈焰星上 有非常多的岩浆 并且这里不适合任何生物的生存 因为这里的温度实在太高 而作为黑龙 它现在有两个仆人 一个是熔岩居寿 而另一个仆人就是硫磺弓手 他们生活在烈焰星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他们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除了他们两个 黑龙还有另外一个仆人 而这个仆人 他曾经在老版本中出现过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这张图片中 我们发现了黑龙 没有错吧 这个上面飞翔的 正是大名鼎鼎的黑龙 而我们发现在黑龙的身下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生物 它是一只黄色的小鸡 但是黑龙并没有攻击它 而我们发现 这只鸡 和我们手上拿的这只鸡 完全一致 所以说它很有可能 就是黑龙的仆人 不然为什么黑龙不攻击它呢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